那賽斯福搭配的是曾祥軍 林智傑 辛特利 還有張宗憲 林智傑今年球季了 幾乎是沒有從先發的名單出賽過 今天是第一次 卡米諾斯教練被吹了技術犯規 所以現在林智傑 要來執行這次技術犯規的罰球 野獸的第一分 辛特利 還有曉夫 右掌遇到智傑的手上 切入到進去哨音響了 在三分線外 六投零中之後 林智傑有機會站上罰球線 鍾芊 他在線上出手 彈兩下 可以智傑給爭取到機會 張宗憲太早跳了 對 這幾波的進攻 副棒有不少的二波機會 一手潛入M1 還要到盧俊強一個拉手犯規 哇 師傑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重播 你還有他的肩膀去騙人 他先給了變速 然後有一個inside的動作 切入上籃造成犯規 給聯盟的未來之心上了一課 這分是野獸想過第一步沒那麼容易 對 對方的鞋防 卻賠上了犯規 現在則在領航員這邊的效力 對 這是幫自己的球隊努力 對 林智傑讓他來裁炸彈 哇 會有事受上遙遠祝福 哇 今天的第一顆三分球 是這麼樣的高難度 哇 我跟你講其實基本上 我們已經沒有再輸了 不管是拉隊啊 或者是場中間的一些小遊戲 都會讓球迷更有這個參與感 對 更要有參與感的話 就是要野獸跳出來 開始了 現在換林智傑要來打小白嗎 野獸 給曉芙 三分線外 所有的運氣都站在勇士隊這邊了 他最喜歡這種不好的機會出手 而且壓力越大他越穩 六球這個球明顯的頭偏 智傑 整個跳到看板上把球救回來 碰碰在抗 Double Team 給到林智傑三分下完兩步的距離 會腹敗勇士送上遙遠祝福 不是別人 就是那個男人 他就來到七分 小白這個小球又被摸掉 林智傑的手夠快 對 馬上干擾到 智傑 掩護 切到進去 這個小球給到文成 沒有空間了 賽後我們 訪問呢 就要來問智傑 智傑這場比賽 打仙發 然後得到了十七分 來談談 這場比賽你的改變吧 我覺得可能 太久沒有打到仙發的位置 然後一直在場上 我因為我上 滿主動去 去進攻啦 我覺得 要儘快的在場上就是 找到自己的打球節奏 對然後我希望 後面的比賽可以越調越好 對那在年前你們吞下了四連半了 相信不管是球員 教練其實 都背負得滿大的壓力 今天你們 用打季後賽的心態來打這場比賽嗎 教練就已經跟我們提醒了 我覺得我們今天贏的關鍵 我在 我覺得是在團隊的防守 然後大家都很努力去做 做防守 對 那今天賽瑟夫 小夫他在球技的第一場比賽 其實也帶來了滿滿的能量 他的得分來到了二十三分 你可以談一下賽瑟夫 他過去兩季呢 跟球隊其實也磨合了很久 他的角色對球隊來說多重要 我覺得因為跟他配合 就是我們球隊跟他配合了很多年了嘛 然後他也很知道我們就是每一個球員 然後也很知道教練所要的一些體系 所以他在球場上 他很知道他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他在今天的比賽 就很明確他該攻或是防守 然後籃板 然後幫助隊友這樣 我覺得他就是幫助球隊很大的一個工程 對 你們今天贏球 志姐看一下旁邊的比爾 比爾穿黃色的 是不是 以後比爾都乾脆這個造型來到球場 好了 那要不要最後利用這個時間 跟所有支持富邦支持你的球迷 今天是大年初期嘛 來跟他們講一些祝福的話 好 就是謝謝你們對勇士的就是支持吧 然後雖然我們在連敗 然後你們還是一樣很支持我們 然後 希望後面的比賽 你們還是可以繼續到場 或是看電視來支持勇士 然後在這裡祝你們新年快樂 對 好 非常恭喜智傑 也恭喜富邦勇士 終止了他們最近的四連敗 拿下這場非常重要的勝利 也回到了五成的勝率 謝謝